还有习气 这个习气还留着 让你继续再 再投胎 再转世 下一站是什么 人了 但是人也有千百种 人是不是有习气 所以他就说 其实当出生就已经开始接近人 他会怎样呢 其实他是来报仇 或者是来报恩的 都不一定 所以在这边就说 你是畜生 来畜生都是当什么 来愁偿仙债来还债 可是会不会有可能会 还过头 就是给你讨债的 你为什么会变成被人家吃 你欠人家命 所以你欠人家过去 欠人家八两 半斤八两 你就要还人家半斤 可是结果你遇到了这个债主 怎样 给你吃两斤 那你是不是被吃过头 那我欠他 我可能只是欠他 这个大概是 五百天的功 那我就变成那个牛 他去跟他做一年半 是不是 可是呢 你刚好遇到这个牛主人 虐待 二十超迷啊 超一直给你超 所以呢 本来还五百天的功 结果呢 还了一千天 他会不会有超过 虐待致死 有没有 好 那这个多还的 怎么办 就欠责嘛 所以他在这边讲的是 若比仇者分月所仇 意思就是 人家来讨债 结果他给你讨过头 讨过头的时候 好 这个众生会怎样 他就会讨回去 好 反征其胜 有没有 此等众生还付回人 反征其胜 就是把你要过头的 要回去 好 那你要怎么还 如果你把人家讨债 讨讨讨讨到过头 其实我们不知道 不会控制 所以呢 如果你是比较有福报的 你就在人到继续被讨债 人到继续 那如果没有福报呢 就换你去当畜生 听得懂吗 就是我本来是 这个牛肠的主人 然后其中有一只牛 被我虐待虐待 虐待虐待 虐待至死 但是我们一般都觉得 这牛是我的 所以我虐待他 这是应该的嘛 把他的人力榨干 然后结果呢 他本来欠你500天 然后呢 哇 你就虐待他 就多用了500天 的人力 接下来怎么办 好 如果你还有点福报 他要回来讨 他就变成你投胎 当你的儿子好了 把你那个500天赚到了钱 要回去 这算是好的 所以被人家倒在 不要怨恨 人来投啊 那如果你没有福报 那就换你变成牛 他变成你的主人 所以觉得要当人被逃 比较好 还是要当牛被逃 比较好 好 所以呢 恭喜各位 如果刚好我们现在 都被人家追到了 那就要赶快 赶快还一还 然后如果有人给你还过头了 或者是给你要过头了 你要不要说好我要去报仇 我要给他要回来 还是不要因为你算不清 好 所以呢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什么 债务跟债权的关系 人债 命债 钱债 情债 都很难算 所以如果有钱债的 算是最轻的 那个情感债 我看怎么办 很难 所以我们说 以前有一个 有一个现太爷 他很喜欢拜佛 拜佛拜拜拜 到处拜 结果他到了哪个地方 那个地方的寺院 就全部的人 通通都出来接待他 结果有一次 他就到一个寺院去拜佛 所有的人都出来了 就是那个香灯迟到 他一看到那个香灯 就 鬼巴鬼 整个人就跳起来 就把那个师父 把他抓起来 马上就叫人 要打他三十大板 哪有人这样 他只是去拜佛 可是他就生气 就打了三十大板 等到他回去 他就想说 哇这是怎么搞的 今天去拜佛 就拜到给人家打三十大板 就在忏悔 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 去给那个住持 说为了表达他的歉意 所以他想要把那个香灯 小师傅 把他带到他家去供养三年 打起来跟他打你 跟他打成那样子 然后你当然不敢去 可是那个住持师父就跟他说 其实他欠你的他要还 你欠他的你也要还 所以你去是没有事 他说真的还假的 他说对啊 因为你前世是一个修行人 那个县长是一只狗 游浪狗 然后有一天你们两个碰面了 那这修行人很慈悲啊 看到那个狗都没有吃东西 就把他手上的那个饼啊 把他剥一半给他吃 然后那只狗吃完了之后又来要 可是这修行人说我只剩下半个饼 我就只剩下这样子 你够了够了 可是狗不知道啊 他一直来要 要到后来他不耐烦 就给他踢下去 那只狗就爱爱爱就跑掉了 所以呢 这一生 这个县长呢 他因为有一个这个福报 他看到那个出家师父 就有一个好感 因为曾经受过恩德 所以呢 他就转身为县太爷 看到师父都高兴 但是看到那个师父 他就要来讨债 因为你曾经踢我一脚嘛 所以怎样 一脚要怎样 三十板 够公平 是不公平的 但是我们为什么说 为什么会一脚三十板 我只是踢你一脚而已啊 可是踢一脚以来的那个恨 会不会加强 不是一脚而已啊 所有的爱恨情仇 全部累积在一直想那一脚 所以累积到这一生 刚刚好遇到就是三十板 他会有利息啊 好那个利息很恐怖啊 但是恩有没有利息 有半个饼而已 供养三年 他也是利息累加 所以舍异得万报啊 看是那个冤仇的万报 还是恩德的万报嘛 好所以我们感恩一个人 也会一直增加 我们仇恨一个人也会一直增加 好所以我们算不清 你没有办法去计算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能够随缘还一还 而且在我们最有决心的时候 我们主动来还 怎么样主动还 主动动得回向还最快 好所以以前有个老和尚 他就跑跑跑跑到 出去办事 就下大雨 他就赶快跑去一家大户人家门口 在那边躲雨 就是躲雨了 出来一个老管家 管家也看到师父说 师父你赶快走 我们家主人最讨厌出家人 最讨厌了 然后老和尚说不行啊 现在下雨下那么大 那可不可以跟你家主人商量一下 我就在这边躲躲雨 他说不行 你要马上走 要不然我们那个主人出来 不得了的 他一定会给你很难看 你要赶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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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拜托 好吧没办法 老实上只好冒着雨 赶快跑跑跑跑 就回到他的寺院 好 转眼三眼过去了 这个老富翁 这个富翁 他竟然娶了一房 太太 小姨太 非常宠 宠到她要什么都给什么 可是这小姨太很奇怪 她什么都不喜欢 她只喜欢拜佛 然后变成因为爱屋及乌 所以这个小太太说 我要去拜拜 我要去拜拜 那她就陪她到处去 所以本来不喜欢出家人 那因为小太太很恭敬 所以就开始被影响 被感染 去道场还会供养一下捐个钱 她有钱嘛 然后就去有一天 她就去了一座很大的寺院 一进去她吓一跳 因为她看到佛案上 有一张她的名字的牌位 她就想哎哟 为什么我还没有来 你就知道我要来 怎么会写一个名字在那边 那是我的名字呢 然后她就打听问一下 然后那个香奔师傅就跟她说 哎呀原来是你哦 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三年前啊 我们家的住持大和尚 冒着雨下大雨 林的整身师回来了之后 马上叫我们要帮忙这个人立一张特大的牌位 因为她说那个老和尚没有跟这个人结善缘 所以她赶快立这个牌位 大家要用功回向给她 哎呀我们回向三年 哎呀你终于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她就讨厌 那个过去一定有一些 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愁 那我要怎么转换 我们通常是看到她就讨厌 我就越看越讨厌 然后嘴巴会好听吗 不会 动作根本就是那个表情 还有做什么事 根本不可能想要对她好 可是我们在佛法里面讲 要解冤事结最简单 就是我们主动把功德回向给对方 我虽然没有办法跟你结善缘 但是我愿意把我所修的所有的善法送给你 希望改变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你恨我但是我不要恨你 我不但不恨你我还要慈悲对你 所以这老和尚就决定立了一张大牌位 大家所有的功德早课晚课 做所有的佛事通通都一直回向 三年就改变了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你怎么知道她会取到一个学佛的 然后爱到那样子 她喜欢什么她就跟着喜欢 是不是无形中就在改变 所以菩萨有没有派她的小太太去度她 所以我们有时候 当事人我不一定度得动啊 但是你怎么知道 会有另外的人会去度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会长 那个佛教会的会长 他每年都办那个儿童营 青少年学佛营 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的孩子 到大学的时候难得离家出去 一出去变了一个人 每天都去舞厅 每天都没有在读书 他都不知道怎么办 乖乖的孩子怎么会变坏 他拉也拉不动 他就想 我救不了我孩子 但是我就救别人的孩子 所以从此之后 他每年都一定办那个学佛营 结果就这样办了十年 二十年 他的孩子现在乖又孝顺 怎么样去改变 不知道啊 已经接近那个要放弃的边缘 怎么救 我们怎么知道 菩萨是怎么安排这整个姻缘的 他身边就是会出现一个善志士来度他 他不一定是直接我们度 但是我们先去度别人 自然而然就会有人去度 所以我们在讲说 这个彼此之间的一个冤跟仇 他不一定是用某一种形态出现 但是如果有 我们希望他是冤家要解 然后有缘善缘要提升 那只有用佛法的一种因果的观念 因果的一个原则 我们才会得到正确的解决 所以在这边就讲说 哎呀如果是用还的用钱 或者是用力量 长足自停 你还够了你的障碍就解脱了 所以不要问师父说师父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解脱 该还的要欢喜做干愿受 你就会解脱的快 如果又被逼着还又不甘不愿逃 最继续脱 还会加利息 所以我们说如果呢有撒比生命或石其肉 如是乃至今为成结相食相株 所以就没有休息耶 只有一种情况 除非佛陀出世 或者是 有没有看到奢摩他 另外一个方式 奢摩他叫做赶快来修禅定 修禅定有可能让我们改变 我们整个生命的走向 为什么 你要修禅定 你要不要先有观念 那有观念 观念会不会转 当你观念转 再配合修行 他不转很难 可是我们如果不转 我们不愿意改变 我们硬着跟他拼 那个叫做相识相诛 是不是 我跟你要多少 你下次加倍还 当你加倍要还给我的时候 我又会加倍再去 彼此之间就会越来越演越烈 所以就不可停请 停不下来 唯有修禅 但是修禅是要有智慧的这一方修章 而不是去要求那个他已经在那边抓狂了 你还要这样停哦停哦 就停不下来啊 所以我们是修行的人先转 转了之后到最后就接大欢喜 要不然就会怎样 一脚三十板半饼共三年 所以我们说 还有还好呢 有一个只是三十板就解决了 要不然这个后面就不会有三年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你看这个人啊 也会有这样子不同的一种习性 他如果从畜生来投胎 要来报仇 或者是要来报恩 就是重点是 他是从畜生过来的哦 那不是说 人就这十类哦 就拿着这本愿眼镜到处去跟人家说 我知道你回重来的 这不行哦 所以这是 这个是比较特殊 什么样特殊 就是有一些人的习性很重 他怎么来的 我们要原谅他 因为他刚刚从畜生转生 所以他还忘不了他过去的习性 所以这一类呢 异类就是很奇怪 就是不管是他长相很奇怪 还是他的行为很奇怪 思想很奇怪 总是很怪异 那就是从哪里 从他以前就是每一次 有奇怪的事情出现 他就跑出来说 哎有灾难有灾难 他就是那个习性来了 然后玩类 冥玩不灵 冥玩不灵 拥累 有的人呢 就是平平拥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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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 然后呢 很累 是不是有些人 要么就是打打杀杀的过一生 围累 这回重来的 有没有很卑微 很懦弱 那柔累呢就很温馴 温馴到呢 轰头亲骨 都没有组建 然后软趴趴的 所以柔累 劳累呢 劳禄命 但是劳禄而无成 然后文类呢就有一点点小文采会迎师作对 可是都去写那个厌词 写那个色情小说 所以奇怪啊什么这么好的文笔不去写一些好的都每次写一些不好的 然后呢这文类 名类呢 就是他有一点点小聪明 可是都拿去做一些坏事 坏勾道 所以这名啊 达人情练达 所以常常那个穿针乙线 可是就做三姑六婆那一类的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这个人的确也有这些类型 但是有的人他不是啊 他不一定全部都是这样 因为有的是从天人来的 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看过一种人 他就永远都是无忧无虑 然后人当当好性格 还有他的出身 还有他的智慧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也是有这种人啊 然后他又很愿意布施很喜欢做善事 这种就是天人来的有福报 好那如果一般人就是人来的嘛 好这一般的人就是正正正正正正当当的是神 所以人有分成人上人 人中人还有下品的嘛 那上品的他就是过去的努力福报比较好 所以他就可以成为人中的上等人 他会成为社会贤达成为一方之主 成为菩萨人中的菩萨 那中等人就是平平常常的 我负责任我上班下班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好那就是人中人嘛 好那下等人呢就是啊 每天呢就是在跟自己的习气完全没有挣扎 只是在增加自己的习性 所以呢其实人的确也有不同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改变 就要从戒除这些习性开始 我们要注意如果这个习性没有去改越演越烈的结果 不一定是这样走过来 有可能是这样走过去 那最后的终点是让自己苦不堪言还走不出来 所以呢这个就是在这边呢就谈到了实习音寿六交道 那么我们就知道说这这个六大轮回 都是昏昏沉沉的这些习性所产生的一种情境 叫做妄想受生妄想随夜 那我们不想要随夜要怎么办 就要解决这一些我们的习性养成的来源 所以要回到我们早上说的 是不是要先解决那个注音 然后就要持戒解决这个注音 然后就要改变自己的习惯 那改变了之后就会越来越接近佛